王思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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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說說作為網民 對這個版權修訂條例的憂慮 這個憂慮就是這個條例 其實完全是不了解到互聯網的科技 對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文化 所作出的改變 網絡世界的溝通模式 就好像你下街撞到一個朋友 出去一下水 交一下魚 有好東西互相分享一下 但一旦收了例之後 如果我在Facebook 分享一些外國免費看電影的hyperlink 而我又不會設一個Facebook 我又不會玩的 可以把這個hyperlink 分享給朋友的朋友 或者透過Facebook Google Plus的circle 分享這些有版權的電影或者音樂 那我已經拿來 已經被視為侵權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隨時全香港有幾百萬人都是拿來往 在這樣的法律框架之下 其實是局限了市民 透過這個科技 去踏入一種新的溝通文化 阻礙市民進步 我不知道政府是否好像 好像當年的陳冠希 一般事件 鼓勵我們認識多些朋友 通家當的朋友 知識撐權的處長張錦輝先生說 親權是包含名譽上的損失 可能一些諷刺政府 政黨或者需要集團的惡搞作品 會被一些版權持有人 說成對他名譽上有損害 而令到惡搞者做控告 但其實我也不知道 張先生其實知不知道惡搞是甚麼 其實惡搞屬於二次創作 即是說 利用已經存在的著作物的文字圖像 讓影片或者音樂作為改編 模仿並且加以發揮創作以成 不單止網上的世界 在我們的現實世界生活上 電影 例如之前有朋友說過 搞甚麼改變雜作系列 騎哩哩君吵 都是以惡搞一些經典電影 或者經典動畫 例如《機動戰士高大》為主 甚至乎不少的電視劇 或者搞笑都是這樣 而在藝術方面 Andy Warhol的毛澤濱 那幅畫 或者馬尼爾龍路 或者金寶湯 算不算惡搞呢 根據這個草案的建議 這些形式的作品 很有機會日後 在香港裡面銷升力值 講到二次創作 現今的建築業和很多藝術 都是基於一些前人的創作 而adapt 那法律生效之後 那些樓盤就要拆掉了 那些作品就要全部消失了 當年法國有一套電視劇 剛才說是這樣不是甚麼 很多人通街都跟著說 甚至有人改了第二個版本 根據這個條例的邏輯 那些改了這句說話的人 或者說這句說話的人 是否中犯法例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政府可以主動用刑事序 來控告侵權的人 如果被侵權的公司 其實是不打算控告的 那政府還會不會對侵權者 提出這個檢控呢 諮詢文件指出 容許版權的持有人 而簡易的機制 即是無需通過法庭正常的程序 就能夠要求ISG公司 交出客戶的資料 可以查你的email 或者download的密 只要有需要登記的話 在網上 跟警方說 在網上被侵權的 那就可以拿到對方的資料 那我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那有甚麼保障呢 多謝